当前中美关系的确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新的挑战 中美关系又很重要 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我们在应对传统的或非传统的挑战方面 都有很多可以而且应当合作的地方 我们在经贸科技人文方面也有广泛的焦虑 可以说我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合策两立斗策俱伤 它不仅关系两国人民的利益 而且关系到世界 所以也引起一些问题发生以后 世界的担忧 至于你说到冷战 我们从来都是摒弃冷战思维的 关于所谓脱钩 可以说两个主要经济体拖钩 对谁都没有好处 也会伤害世界